大家都在关注巴以冲突,但我们旁边缅北的冲突也已经打了快三个月了,不过现在转折点来了跨过时间感知历史的温度,这里是妙闻史,欢迎订阅观看。 近日,我们外交部发布了一条重磅消息,说在中国的调节下,缅军同国感、德昂、若开等三家缅北民第五组织代表在云南昆明举行了和谈,并达成正式停火协议,有两个重要的内容,一是双方军事人员脱离接触,要坐下来好好谈,还有一个重点,那就是不能再损害中国编民和再缅项目人员的安全。 那么,怎么看这个事呢?首先,此前缅军与缅北三家民地五组织就达成过暂时停火协议,不过没过几天就又打起来了,但对于这次的停火协议,中国、缅甸政府、缅北民地五组织三方同一天都确认了这个消息,而且我们外交部说的是缅北正式停火,看样子是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短时间的停火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接下来就看缅甸内部自己怎么谈,谈得好停火就可以持续下去, 这也是咱们中国希望的,最近缅北那边就有炮弹落到了中国边境,导致我们有五人受伤,所以缅北安定了,对我们一定是好事,另一方面,接下来如果缅甸内部谈得不好,也有重燃战火的可能,所以缅甸应该珍惜中国调解的机会,好好地坐下来把问题解决了,一直这么闹下去,对大家都不好,但是,即使和缅北三家民地五组织达成停火协议,缅甸政府还有一件棘手的事要处理, 因为现在不仅是果敢同盟军和缅甸政府过不去,缅甸还有其他武装力量,也正在与缅军发生冲突,想要借着这次缅甸内乱的时机,把缅甸政府给搞下台 其中,很重要的一支力量,就是缅甸人民防卫军,为什么说这支武装力量是缅甸政府的心腹大患呢? 首先2021年的时候,缅甸现在的军政府推翻了大选后,由缅甸国内政党全国民主联盟领导组建的政府,随后被军方赶下台的民盟,主导组建了所谓的民族团结政府,而我们前面提到的人民防卫军就是由他们建立的, 所以要说,现在缅甸那些民间武装,谁最想推翻缅甸政府,那肯定是人民防卫军,而现在趁着缅北大乱的时机 人民防卫军就很想把缅甸政府推翻,那么缅甸人民防卫军与缅甸政府对谁干?钱从哪来呢?很重要的一个来源就是美国 美国情报机构长期以来一直在缅甸和金三角地区开展活动,在缅甸政治不稳定的背景下 他们试图动员几乎所有中小型武装组织反对缅甸当局,但美国至今没有成功,如今缅北地区在中国的调节下正式停火,美国肯定不会就这么轻易让这里安定下来 接下来,我们要重点盯紧美国的黑手,不能让他们把缅甸这里越搞越乱缅北局势终于尘埃落定 据最新消息,中方斡旋下,缅甸相关方在昆明达成正式停火协议,打了将近三个月的战斗,最终以民第五的全面胜利而告终,在中方斡旋和促推下 1月10日至11日,缅军同国赶,德昂,若开等三家缅北民第五组织代表在中国云南昆明举行和谈,并达成正式停火协议 这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透露的 毛宁说,双方同意立即停火指战,军事人员脱离接触,相关争端和诉求通过和平谈判方式解决,双方承诺不损害中方编民和再免项目人员安全 双方并就停火安排等其他事宜进行了协商 从实际战况看,以国赶同盟军,德昂军,若开军组成的联盟,经过多个星期的激烈战斗,当时已经攻下国赶首辅老街市 在此期间,奉命驻守老街的4000余名缅甸政府军官兵及家属,在6名准将的带领下,直接向联盟军组织成建制投降 目前,整个老街市都已经处于联盟军组织的控制中 这是缅北战事爆发以来,明第五对政府军最大的一次胜利,也是决定性的胜利,驻守老街的缅甸政府军全部投降后 联盟军组织表示,整个国赶已没有任何一块土地,是属于政府军控制 同时,中方也在最近公布了去年来我公安机关破获处理的一些案件的案情 其中就涉及缅北的电渣案件,我国公安机关在举行的年度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2023年,针对缅北涉及我国电信诈骗犯罪 中方公安机关部署边境警务执法合作,连续开展多轮打击 缅北相关地方执法部门去年已连续向中方移交了似 1万名电渣犯罪嫌疑人,这其中可能包括缅甸政府以及缅北民第五两方主动遣送过来的犯罪分子 而目前的最新消息则显示 中缅正准备签署募解曼德勒铁路项目的框架协议 如果事情能够顺利推进,或许在不久之后的将来 我们就能看到这条铁路开始动工,到了那个时候 或许就意味着中方离完善自己的布局又进了一步 值得注意的是,在昂山速季执政期间 中缅有关项目的推进是比较快的 而在缅甸军方掌权后,一些项目确实出现了推进没那么顺利的情况 正如木杰曼德勒铁路项目一样,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更多的可能还是与缅甸国内的局势有关 我们都知道,自从缅甸军方政变上台 缅甸原本说不上稳定的国内局势,其实是更加动荡的 外有西方国家施压,内有反对派和反政府武装 在这个背景下,缅甸军方本来就没什么安宁日子可过 很大一部分精力都忙着打内战去了 一些合作项目自然就搁置了下来 而如今,缅甸军方和三个民族武装在中方的斡旋下讲和 缅甸国内的紧张局势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所缓解的 因此,缅甸军方也算是能抽出手来 推进中缅之间的一些合作项目 与此同时,还可能存在另一种情况 那就是缅甸军方希望通过推进中缅之间的合作项目 来向中方释放善意,争取中方的支持 事实上,缅甸国内的各方势力都对中方的重要性有着清晰的认识 缅甸军方自然也是如此 而且木杰曼德勒铁路项目并非近期唯一一个有新动向的中缅合作项目 就在不久前,中缅还签署了缅甸缴经济特区深水港项目补充协议 而且,这两件事情是可以结合起来看的 前文就提到,中缅经济走廊会连同曼德勒和缅飘经济特区 而作为深水港的缅飘港,有着优渥的先天优势 可以作为中国绕过马六甲海峡,直达印度洋的出海口 中缅油气管道也是从缅飘港出发 此前,中国和缅甸也签署了曼德勒缴铁路项目可行性研究谅解备忘录 如今,木杰曼德勒铁路项目也在稳步推进 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总的来说,作为缅甸的邻国和友邦 中国最希望看到的就是缅甸局势和平稳定 缅方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发展上 这同样也是缅甸民众希望看到的 只要缅方能看清局势 与中方相向而行,把更多的精力用在搞发展上 最终就能收获不小的成果 缅北地区紧张局势缓解 中方成功斡旋 缅军云南谈判连续两天 达成协议,炮声熄火 近日,中方成功斡旋缅北地区紧张局势 使得原本紧张的炮火声在一片谈判的氛围中渐渐熄火 缅北地区的军事对峙一度引发国际关注 而中方的成功斡旋 为缓解紧张局势注入了新的希望 缅军代表团与云南方面展开了为期两天的谈判 最终达成协议 为地区和平稳定迈出重要一步 中方斡旋的成功体现了中国在地区冲突解决中的积极作用 中方外交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中国一直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地区争端 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中方的介入不仅在国际层面赢得了赞誉 也在实际谈判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缅北地区的紧张局势 源于地缘政治和民族矛盾 长期以来一直是地区安全的隐患 而中方的斡旋成功 不仅在军事上成功遏制了炮声 更在外交层面推动了缅军代表团与云南方面的谈判 这次为期两天的谈判成为双方首次面对面沟通的机会 为解决地区矛盾打开了一扇大门 谈判的主要内容涉及地区边境安全 军队撤退计划以及未来的合作方向等方面 双方在谈判桌上展现了相对灵活的态度 最终达成了一项全面的协议 协议内容将在未来的实施中为地区带来更多稳定和发展的机遇 中国云南方面在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地区的邻国 云南一直密切关注缅北地区的动态 在斡旋过程中云南方面发挥了中介的角色 推动了谈判的进程 这次谈判的成功也为未来云南与缅北地区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总体而言 中方成功斡旋缅北地区紧张局势 为地区和平稳定走出一条可行之路 谈判的成功不仅反映了中方在地区冲突解决中的外交实力 也为缅北地区的未来带来了更多的希望 这一成功案例将有望为其他地区冲突的解决提供有益的借鉴 对此 你怎么看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 这里是妙文史 订阅我 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